把新鲜的黄瓜扔进滚烫的开水中泡一泡 出锅瞬间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口感爽脆又好吃 首先准备三根清洗干净的黄瓜 掐头去尾 盆中加入一锅开水 把黄瓜放进开水盆中 黄瓜的烫制时间不超过10秒钟 大家好,我是喜爱蒙 烫制时间到以后把黄瓜立即捞出 捞出的黄瓜立即放入冷水盆中降温 烫制黄瓜这一步的操作 能去除黄瓜皮的苦涩味 能让黄瓜更加的翠绿 黄瓜完全降温以后 用刀把黄瓜拍开 然后把拍开的黄瓜剁成小段 把切好的黄瓜放入一个大碗中 去皮清洗干净的蒜子 用刀把蒜子拍碎 拍碎的蒜子用刀剁成蒜末 再洗干净的红小米椒 把红小米椒顶刀切圈圈 把切好的蒜末和红小米椒放在黄瓜上 用热油把蒜末和红小米椒滋香 下入精盐一勺增加底弯 下入鸡精一勺增加鲜弯 下入生抽酱油一勺 下入香醋一勺 下入蚝油一勺 下入一大把油酥花生 把所有调料和黄瓜快速的抓拌均匀 把拌好的黄瓜装入盘中 最后把拌黄瓜的料汁也拎在黄瓜上 一道非常美味的拍黄瓜就做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